一位小保姆年轻貌美 一位老人独居富豪 此时此刻 李家三姐弟终于着急了 他们担心老爷子一时冲动 真的把财产给了那个 比有所图的小保姆 而现在事已至此 他们又无计可施 而就在此时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我今天找你们回来啊 是有事情要通知你们 爸爸也老了 什么事情也不能亲里亲围了 自己也孤独了这么多年 也该想想晚年的幸福了 爸 您想明白了 太好了 这唐娅阿姨啊 还等您是信呢 他要是知道啊 一定特别开心 哈哈哈 我也没说跟你他一结婚呢 那这 小杨 坐了一下来 我要向你们宣布 我要跟小杨在一起 我要跟小杨结婚 爸您说的 这是糊涂话呀 爸 你让他 给我当妈啊 大姐 咱们是不是老糊涂了啊 二姐你你说这 这个小狐狸君 我早就知道他没安什么好心 你说你拿什么威胁我爸了 那 想要钱是吧 老娘有的是钱 你开个架 我给你 马上从我们家滚蛋 什么什么 你还敢要钱 臭娘们今天老子我费他妈还 你干 爸爸你走开 我今天必须把他弄走 爸 你别 他就是为了钱 你干 赶紧把他给我护走 必须把他弄走 臭娘们今天我弄不走你 你是我妈 你们都给我放开 你们这是干嘛呀 我和你爸是真心相爱的 你爱个屁 你真心相爱 行不行 偷石偷到我家来了 你还弄了点 赶紧弄死大 放开你说 小花你给我放手 你爸你别管 你俩干嘛呢 赶紧弄走 让我弄走 小姐放开你们都给我住手 我还没死呢 你们给我滚 滚 啊 啊 啊 挺好的一件事 被这帮兔崽们人一闹 这都变成什么了 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啊 李叔 我只要能跟你在一起 我受再大的委屈也不怕 可是 我怕他们老这么折腾 您这岁数也大了 您身体也受不了呀 我是心疼您的身体 我这身体啊 还行 我这把老骨头 还算结实 但是我 毕竟比你大了这么多 我啊 肯定会走到你前面的 别这么说李叔多不吉利啊 哎 小杨啊 你等着 我有一件东西啊 送给你 我 小杨啊 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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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会走到你前面的 你别说 你听我说完 你以后的生活 我已经做了安排 这是一本春色 是以你的名字存的 这密码是你的生日 虽说这笔钱不多 但是如果你节省了点花 你后半生还是没有问题的 就算是我 对你后半生的一个保障吧 过两天了 我们俩就去领结婚证 顺便把财产公证一下 把这栋房子 变成咱们俩的名字 这样你就有了一个家 他们谁都撵不走你了 拿着吧 你说 从来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 只有你对我最好了 小阳哥 这些年我也体会到了十句千元后 孤单的自然 可是我自从遇见你啊 我的心里不再孤单了 你给了我很多的快乐 这钱财啊 这钱财啊 人生万事物 他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哎 只要你过的幸福 就是李叔最大的心愿 李叔我爱你 啊 啊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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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 你看 你这样 李叔以前給了我一個存折 過幾天 然後產生了就不加上我的名字 李楊 講的挺親啊 把你錢給你去 你要幫我 是幹嘛 你去他們家是要幹嘛的 那些 我不會有事 李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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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ol 感谢观看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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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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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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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书你怎么回事啊 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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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书你怎么了 离书你醒醒呀 离书 来人呀 救命呀 离书 有没有人呀 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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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楊啊 你的頭整的了 是不是我那幾個 不爭氣的孩子給你 他們欺負你了 沒有沒有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的 你就別操心了 好好兩邊吧 怎麼可能啊 怎麼可能啊 所以他這樣呢 你倒數了 少了這麼多的委屈 李叔打心而已 會得不去 都說李叔不好 連我的小楊都保護不了 李叔不能了 小楊說 你再也不去接李叔的電話了 謝謝李叔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應該讓你著急 如果不是 你也不會這樣 小楊啊 你怎麼看呀 不行了 所以會沒事的 你認真說了 連股心當病都發 你過幾天就可以出院了 沒事的 小楊啊 你說自己的身體 你說自己知道嗎 我 我 我不一點 不跟你去這裡發嗎 你別這麼說 你可是身體 不是挺好的嗎 你真的能挺過去的 我 我 你 只是移住 最初是 被內地 你說 我捧我你做什么 你李叔 我们做了最大的努力 像是朋友们吧 在律师那已经被案了 也做了公证 那李叔 过去以后 这个李叔就成效了 那李叔我不能呀 加油啊 你 以后还不许这种大生态 都这么多 我不能要你 我不能要你 好孩子 这时候就这么定了 李叔在酒店之下 也能够歇开 好 什么都别说 嗯 别哭了 好啊 乖啊 李叔 你得意思我明白了 不觉得这样吗 好孩子啊 要好好休息 去给你倒壶水 就这么多了 我得来吗 你得来吗 是吗 我得来吗 你得来吗 你得来吗 我 那我就走了 哎哎 又是怎麼又是你啊 上回揍你揍得不爽是吧 我告訴你離我爸遠一點 你記不住 小狐狸精 你到底給我爸揍什麼了 我真的什麼都沒有做 你說先弄病犯了 你媽今天 待會再跟你算帳 說 我爸好好的怎麼可能就犯了心臟病了 醫生說 可能是受到刺激心虛不穩定也行 受刺激 他好好的怎麼就會受刺激啊 他以前怎麼都沒有受過刺激 自從你來我們家 我們家就沒有發生過一件好事 你個掃把星都是你害的我爸 你是不是要害死我爸你才甘心 不是的真的不是的 我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 我警告你 我爸萬一要是有個什麼三長兩短 我他媽饒不了你 我也饒不了你 你幹嘛呢 不知道這裡是醫院呢 病人需要休息要少出去吵去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你給我聽清楚了 你離我爸遠一點 你是不是非要害死他你才甘心啊 會呢 你說對我那麼好 我是不可能傷害他 不可能傷害他 那躺在裡面的人現在是誰啊 啊 現在躺裡面的是誰 楊口威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心裡長得什麼小算盤 而且我現在真的什麼都沒有想 我只是希望你說現在能快一點好 對 我爸必須得快一點好 我爸要是不好你好得了嗎 啊 行了 別讓我再看到你了 滾吧 滾吧 我沒放心 我是不會傷害他的 我不幹了 什麼 人家怎麼說的 你沒聽清楚嗎 我說我不幹了 眼看著錢就到手了 你覺得敢跟我說你不幹嗎 到底想幹嘛 你不要再威脅我了 我是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樣 任你擺褲了 suas fu Rasul 要了解你是否不願意 你CP 我 experience 你 你抓得帳自己 點了 點了 你 пой有什麼 菜 這老東西給了你什麼好處 你這麼替他說話 他什麼都不用給我 就算他給我 我也不會要苦 雅俊 咱俩在一起這麼多年 我不怕苦也不怕累 我更不怕沒有錢的人 我更不怕沒有錢的人 那都是因為我愛你 可是 自從咱倆結婚以後 你說你幹過以前就你的事了 你不是出去賭就是出去屁 到現在 你還拉上我去幹這種傷心害理的事 還去 知道嗎 每天早上 一睜開眼睛 這股擔心害怕的日子 我受夠了 雅俊 你醒醒吧 店長是不會掉餡餅的 在天上下去我們會坐牢的 跟他來得及 雅俊 你再過來 你才做一個 對 他就這樣做嗎 你這樣做嗎 你傻想要做嗎 我受過了那種沒有錢的日子 沒錢 誰站著笑的誰站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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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轉 別墅一棟 平常五十萬 你給我你快帶去 哎呀 這什麼大癌 他會好 他沒事 這不是咱們的錢 咱不能要 你說他沒有什麼大病 他會好的 他沒事 下賈 娟賤你瘋了 tact 這樣是辦法的我們會做勞的 他腳撞我們的手 他手遭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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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然 他手遭受他 他手遭受他 這道路 いや 我聽不懂 他聽不懂 他聽不懂 輔助他 他聽不懂 他聽不懂 這幾天我欠你我都會加倍的補償給你 大君 我是不會跟你一起殺人的 你說他是個好人 不管怎麼樣我都不會去傷害他的 大君 你這個賤惑 死到如今你想幹也得幹不想幹也得幹 我告訴你 今天你要是不殺了他 殺了你 我告訴你可惡 你現在就給我回院去 今天晚上沒人把這事給我報了 你記住了 今天都是他 做什麼死 拿著 原來那名幕後的男子正是楊可威的男朋友 曾經的他們也是本分做人本分工作生活還算幸福 但是自從來到大城市以後 男友染上了賭博的惡席 總想著不勞而獲 於是他逼迫自己的女友 開始進行這種騙錢的勾當 甚至還想著要謀財害命 那麼接下來楊可威會怎麼做 如果不遵從的話 喪心病狂的男友會善罷甘休嗎 提起 還是有一點小 因為那些便利 把他注射到老頭那裡的搭訕面 什么都知鬼不觉 几乎多少钱就是死吧 都是咱们拿这钱 远都耗费 找个地方我会你好好地过日子 好点啊 好点啊 这是啊大米粥啊 哎呀 当我有病的时候 我喝上一碗 就立马就好了 哎这是一本春哲 是以你的名字春 这密码啊是你的生日 你说我能问你做什么 他有得说 我们做的最好的文字 我说不到 我得放了你 我得放了你 我 也就我 我早就知道你會怎麼做的 見貨 那就我求求你不要傷害他 黎叔是個好人 我求求你不要傷害他 好的 這世間上好人多了去了 你既然想當你的好人 那你就當你的好人吧 好啦 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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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大姐她們平時都挺忙的 我不放心了 今天晚上我陪你來 孩子叫楊貴興奮啊 謝謝啊 嗯 謝謝 謝謝 你沒有問題 你這個辛苦了 沒有理說 應該的 醫生已經說了您沒事 過幾天您就可以出院了 等您出院以後呀 我就帶您去我的老家 嚐一嘗我們的家鄉菜 我的手藝全是從哪兒學的好不好 哇 不听你的 小阳 你听我说 如果我病真的好了 你还愿意陪着我吗 李叔 你还是继续好你的身体吧 李叔 你先躺会儿 我去给你打份热水洗洗脸 医生 您查看 你先躺会儿 医生您查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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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 哈哈 來人呀 救命呀 來人呀救命呀 來人呀 怎麼回事怎麼回事 怎麼說 這什麼事怎麼回事 雷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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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還內地 你怎麼還內地 你趕緊走 吵什么吵什么吵什么吵 不知道里面这个要抢救了 大夫 你自己现在 Liam cm cranky pitcher méth狗 情况不现太糟 幸好当时这个女孩针头跋下的急屎 露室的内容不多 否则啊后果不堪设想 那我父亲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啊 我们目前正在权力抢救 但是我们不敢保证能够抢救成功 拜托你了求证您一定要把他救醒 我们只能尽力只能尽力好吧 不许再ıl了啊 谢谢你们再当回大夫 幸好当时这个女孩 针头白下的及时 注入的药量不多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医生 那我父亲什么时候能醒过来 我们目前正在权力抢救 但是我们不敢保证能够抢救成功 今天呢 我帮你们大家都召集回来 是因为我要感谢小杨 因为他救了我一命 也感谢他这段时间 在家里关心照顾我 另外呢 还有一件事 小杨要亲自和大家说 你说吧 今天 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做的事 我以前做过很多测试 其实 刚才是 大姐 二姐 三个 你们都说的对 我来到这个家 测试式的沐浴 我和丈夫从小是 过了 从小再过了院长 那年前 我们来到了这个城市 找了很多工作 不喜欢干活 不喜欢干活 新水手 是 他又想了一个办法 让我去有钱人家做保姆 遍得 然后 我们就回老家 盖一栋房子 好好活着 刚开始我不同意了 于是他就打我 骂我 他说只干一次 不然 我实在经不住他的拳脚打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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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实在经不住他拳脚打鞭 我实在经不住他拳脚打鞭 我从没看 林叔真的是个好人 对我也很好 路上我看 三姐 二姐 三哥 你们都不在家 林叔总是一个人 于是 我就装着对他好 照顾他 让他信任我 挑补你们和李叔之间的关系 这样 你就有机会下手 可是后来 我妈妈的感动了 他都闷了 我 你 书带我 真的跟我像气叔叔一样 我真的不忍心再欺骗他的感情 后来在病床上 李叔他说他早就看出来我是有目的接见他的 虽然这样 他还是留了一份财产给我 我 他们他就知道吗 我真的会说是尽的 我过来 我 我 这就是李叔给我的一组 我 我 我 在一个人 我 我 李叔 这不是我的 我不能要 是个坏女人 我差点就害死了 李叔 我对不起你 我也对不起大姐 我今天出了这个门我就去自首 李叔 小杨啊 你虽然做了很多的错事 但是你本质上并不坏 哈哈哈 错就改 你是个好孩子 希望你以后好好的生活 不要再犯错啊 我不敢奢望太多 我只是希望 在我离开以后 你们能多陪陪李叔 李叔他真的很寂寞 李叔年纪大了 他其实特别需要人照顾和陪伴 没说什么 我只能把他放在我 行 你还能放在我 我打算 你敢要不然 我才能不能够 你再说 我 你应该别的 我 你应该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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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们陪你一块去 是啊小杨 你放心别害怕 你这也算是监工不过了 我们也算是正人 到时候肯定陪你一起争取宽大处理 哎二姐说的对 去 什么都嘻嘻哈哈 我们走吧 走吧走吧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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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摔了你 我摔了你 最终杨可威悬崖勒马救下了李怡中 并选择了自首 而他也得到了李家三姐弟的谅解 虽然面对他的依然还是法律的制裁 但是至少他内心得到了平静 故事讲到这里终于落下了帷幕 但整起事件却令我们反思 当当社会年轻人都以事业为重 每天忙里忙外却往往忽略了父母 其实孝顺父母不仅仅是给他们好的物质生活 更重要的是问候关心和陪伴 我们不要以为只有农村才存在留守老人 在这个钢筋水泥的大都市中留守 有时反而更可怕 感谢观看